大家好 我是张天 不想做科研狂人的大学老师 不是好董事长 这句话听起来像开玩笑一样 又好像是一句绕口令 但是放在我们今天的主人公 周建民身上啊 一点都不奇怪 在大家口中 他是一个科研狂人 为了一个实验课题 他可以几十个小时不睡觉 而且所有的节假日 全部泡在实验室里 为了技术创新 他专注科研项目 一干就是34年 他说化学是他的一生热爱 也是他梦想奋斗的起点 他不仅完成了几十项科研成果 填补了国家技术空白 还获得了70多项发明专利 荣获了中国化工界最高荣誉 侯德榜奖 他最为人熟知的身份 是民营企业家 他以自己的高科技成果 创办企业 27年时间 把一家只有28个员工的 小微企业 做成了一家 有1600多名员工 年销售额突破80亿的上市公司 而且在化工领域 屡获国家级的创新大奖 成为了行业龙头 但是无数荣誉傍身的他 却说自己最喜欢的身份啊 还是老师 18年的大学执教经历 让他在如今的公司中 依然喜欢员工们喊他 朱老师 但凡有胆敢喊老板的 他还会狠狠地瞪上两眼 这三重身份啊 就像是三种化学物质的 神奇组合 让朱建民的人生 充满了奇妙的魔力 那接下来 我们就一起跟着朱建民 走进他的化学世界 大家好 我叫朱建民 来自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两女 欢迎 请坐 张天刚才说这个 你最喜欢人家喊你朱老师 那我就喊你朱老师 谢谢 好吗 为什么这么喜欢人家 喊你朱老师啊 因为我大学毕业就留校 所以我第一份工作 第一份职业 就是大学老师 在过去十年中 对我们来讲 是最好的机遇 对我们国家来讲 也是我们最大的贡献的 就是用在了混凝土里面 所以说所有的基础设施 是必不可少的 要使用这种产品 我们也把它叫做碱水剂 最典型的 就是用在高铁里面 因为我们的高速铁路 基本都是高价铁路 它必须要用混凝土 那么除此之外呢 像我们的基础设施三峡大坝 核电设施 我们身边的所有的高楼大厦 都离不开混凝土 都离不开这个产品 那你说这个加进了 碱水剂的混凝土 是比那个不加的 优势在哪里啊 那碱水这个碱 就是减少的碱 在降低水的用量之后 混凝土能够仍然有一个 非常好的流动性能 因为没有这种流动性能 我们的混凝土是不可能 从地面疏松到几十米 几百米的这种高楼大厦上去的 那第二个来讲呢 要加了这样的一种化合物 在混凝土搅拌过程中 水的用量大大降低 混凝土的强度大大提高 那在你们研发之前 我们国家是没有这个的是吧 之前我们国家这个方面 几乎被国外垄断 比如说我们98年的三峡大坝 那个时候主要都是外包 给国外的一些相关的公司 我们国内没有 那真正我们国家 用上我们自己的这个碱水剂 是哪一年 2006年 我们的研发打破了国外 对我们进口的 也叫垄断 也叫封锁 你来说 我给国外垫 你去做小刀 我来说